她年輕 非常漂亮 但是呢 她非常勇敢 她進進出出 極定 南北級已經五三十五次了 等一下我可以請她自己來介紹 那麼 我們今天特別請各位各位小朋友 一起來分享一下 我們Carol 我們耿小姐 她非常難得 可能一輩子一次都沒有的 南北級的探險的經驗 我們現在用最瑞人掌聲歡迎 耿小姐 耿老師 謝謝張董事長 謝謝各位貴賓 大家午安 午安 小朋友 大家好 好 剛剛我在試袋子的時候 我發現大家都知道說 看到企鵝非常的開心 那我想我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肯杰榮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我 那沒關係 待會我帶領大家 今天非常榮幸張董事長給我這個機會 在這個極地摩覽會當中呢 能夠跟大家分析地的環保概念 還有在極地的所謂的野生動物上面 我們需要吃到一些什麼 什麼是屬於北級的動物 什麼是屬於南級的動物 我相信今天呢 全部都會讓你盡收眼底 絕對會讓你看得非常的過癮 看到這樣子的景色 對我來說的話 這一定是發生了大工學 對南級的這些企鵝來說 可能是時空皆怪 他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因為這就是他們的家 就是這個樣子 有機會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